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屏东师返学院退休音乐教授刘天林深于战乱,幸过孤儿院收留及国家栽培,才有机会接触音乐,并在台湾落地深耕。 他形成感恩,教学严谨,成立屏东低职儿童和唱团,义务指导对音乐有兴趣的各年龄层民众,无私奉献数十年如一日,至今高龄90岁,仍持续担任和唱团指挥,在国内乐坛实属罕见。 刘天林九岁时被孤儿院收留,应对音乐有兴趣,陆续考取山东歌剧学校及上海特琴学校音乐器,主修管弦乐,对声乐及指挥学也有研究。 他曾追随大提琴加码有有的父亲马孝俊教授,及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苏布雷夫等名家,学习乐理及乐器技法。 1949年来台后,先后在高雄中学及屏东师专屏东师返学院及屏东教育大学前身,任教刘天林出身贫寒,能接触音乐。 他认为是社会及国家的恩典,为帮助屏东孩子学音乐,透过每声进化人心。 他于51年成立屏东第一支儿童和唱团,直到83年从屏东师院退休后,仍持续义务指导多支儿童及成人和唱团。 屏东相送和唱团员黄美美等人说,刘天林把每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教,不论是乐理,技法或唱腔都十分要求。 退休后除了周一周三,其余时间都在免费为学生上课,年龄层从国小到六十多岁。 只要有兴趣都可向他学,为屏东乐坛无私奉献超过半世纪。 刘天林说,多亏学生们常来陪伴他,让他永保活力与教学动力,他会持续为有兴趣学音乐的民众服务。 24日下午三点,由他指挥的屏东相送和唱团将在屏东艺术馆免费演出。 欢迎相亲在场聆听。